跪下 道歉 爷爷 跪下 道歉 对不起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你没吃早饭吗 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说我没听见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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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行了吗 苏向辰 你别太过分了 小侯都已经跪下道歉了 好 看在你面子上 我放他一码 哎呦 你到底是谁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 这件事一会再说 陆老爷子 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那婉儿董事长的事 你看 陆婉儿 继续做董事长 不是 爷爷啊 爷爷 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当着大家的面宣布 苏星辰 我要给你退婚 啊 我要给你退婚 啊 退婚 我刚刚帮你这么大一个忙 你给我退婚 是 你刚刚是帮了我 但是 不意味着我会嫁给你 我陆婉儿自始至终都没有喜欢过你 更何况 我更不会嫁给一个花了五千万去买了一块费地的傻子 姐 你看啊 一个傻子闯户 另一个傻子来接盘 其实你俩挺般配的 闭嘴 可无者来 好 我答应你 听说你砸了五千万帮助陆家 最后 最后 竟然还被陆婉儿给退婚了 真是好心当场旅干飞 你这是图什么呀 图保恩 二十年前的金融危机 我们苏家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整个家族都在筹钱 没有任何人愿意帮助我们 只有陆婉儿的父亲 陆天明 所以 不管陆家人怎么带我 我都要滴水之恩 拥全相保 没想到 你还挺重情义的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是不是 还有我陪着你呢 美女 你这个样子 让人很上火呀 那你想怎么样 你说呢 他骂他 谁呀 二爷 是我李东 你剪着宝了 你知道吗 你前两天不是买了陆家那块废地吗 说重点 你听我跟你说啊 那个什么所谓的万人坑 现在已经被青州市规划成商业特区了 不出两个月 你那块地就是寸土寸鸡 你买下那块地肯定很赚不赔 你确定 当然了 我二叔今年去省里开会 刚才刚告诉我的 你确定 本来就想帮我玩一下 没想到啊 不是我请你这意思 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 行了 看在你提供情报的份上 这块地的开发权 分你一份 哎 这就对了吧 那我等你消息啊 行行行行挂了 说吧 找我什么事啊 这是 我听说 你从陆家拿了一块地 想跟你聊聊 有没有机会共同开发 这个是印象合同 你可以先看看 这是印象合同 你可以先看看 怎么合作 我阳市投资项目总预算的60% 只占利润股权的40%就可以 这么做 你不觉得会啊 与其说是投资项目 不如说是投资你这个人 敢花5000万 拿下一块没人要的破地 我相信你一定有过人之处 行啊 别夸了 我猜 你是得到什么消息了 行 那这样 你们阳市集团呢 投资50% 利润有个55% 好 一言为定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我这么感觉被你算进了 考核进行的怎么样了 我已经成功跟阳市集团达成合作 并且拿到他们的股权 现在只要帮助他们成功壮大就可以了 干的不错 万龙会那边呢 有没有接触 放心吧爸 他们的首领赵龙啊 是我以前在黑血监狱里的小弟 看来这五年的历练还是有效果的 很好 等再过段时间 你就可以回来接受家族的生意了 再等我们吧 网儿那边 唉 算了 你们年轻人的事不强求 好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为了加快建设青州的商业帝国 沈丑叔 我打算接手星岳集团 你去准备一下 是 我马上招开董事会 董事长好 没想到你这个穷小子 居然摇身一变 从今变成了星岳集团的总裁 你想不到的呀 还多呢 说个正经吧 我听说这个星岳集团 还缺一个副总裁 你想来我们公司当副总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哇 口外名牌大学 学的还是工商管理 在世界五百强企业认知过 好 我们公司的副总裁 来 就你了 那这位单身的帅哥 你女朋友的位置 我是不是可以 老衰在这一家 不好吧 多少 会算你领导 领导怎么了 ,我就喜欢领导 这么晚还要打车回家 好烦啊 你怎么在这儿 嗨美女 别人有庆 邀请你坐我车回家吗 是去你家 我家 还是你家 我们就吃点东西吧 我们就吃点东西吧 你想吃什么呀 我想 吃你 我?我跟一般人可不一样 吃得下吗 吃不吃得下 事实不就知道了 事实不就知道了 喂 什么事儿 喂 我想和你见一面 嗯 好 找我什么事儿 我想 我想 好了 我帮你 你知道我找你来干什么 不就是 你们陆市最近有几个项目 想跟杨师傅做吧 原来你都知道了 杨倩那边 我去跟他说 项目直接给到你们陆家 而且工程馆直接预付你们一半 让你们现金的稳定 那太好了 谢谢你 只要是你的忙 我都用你忙 好你个苏星辰 你们这对狗男女 给我等着 你说什么 万人坑那块破地 化入商业特区了 情况属实吗 千真万学黄总 官方的聘文都下来了 现在 各大集团都抢着跟新月集团 合作开发 他们的门槛都被踏破了 那杨氏呢 他们手上可是有一半的开发权呢 你看 今天一开盘啊 杨氏的股票涨幅就没有停过 啊 啊 妈的 杨氏走高屎运 喂 赵总 出大事了 杨氏要起飞了 哎哎 你不能进 我们家少爷今天没空见你 又没空 这都第三次了 你们故意耍我是吧 赵总 你也可以选择不来 还轮到你教我做事 苏星辰 苏星辰 你这个缩头乌龟 呦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我 前未婚妻吗 苏星辰 可以啊你 这几天不见 从一个小小欲景 变成新月集团的老狗了 这不还多亏了你吗 我 要不是你当初 逼我退婚羞辱我 让我激起斗志 说不定现在 我还在监狱当预警了 你 行了 说正事吧 你知道的 青州地区的商业布局 一直在我造假回话里 只要你愿意把万人坑的开发权给我 我愿意出三倍的财 多少 三倍 哇 不 卖 你 行 闲钱少是吧 五倍 我出五倍的高价 这能行了吧 行了赵总 就算你出五十倍啊 我也不 卖 不是你傻吗 我们出这么高的价格 你已经是提前收益了 你不亏的呀 地是我的 我想怎么处理是我的自由吧 苏香辰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有点钱 就可以和我们赵家作对 哎呦 难道堂堂帝都赵家 想要钱买钱卖吗 想要钱买钱卖吗